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关庞探Suga需要澄清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坚决反对酒驾 也相信正常的粉丝们绝对不会护航酒驾的 Suga这次真的是做错了 但是这两天,我看到因为部分错误的报道和不完整的讯息 导致出现了很多造谣 首先是有关三星德国上传Suga照片后又拿下的事情 有华语全媒体报道 三星车代言照,切割什么什么的 导致很多人误会三星车了庞探的代言 但实际上这是三星德国的一个活动 只是在三星德国的S账号上传后又拿下了而已 当然未来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 但目前为止三星并没有车代言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媒体引用韩国媒体的报道后说 Suga称只喝了一杯啤酒,遭还没打脸 结果就有网友们误会说 明明不是只喝了一杯Suga却撒谎,结果被警方打脸了 但这里说的没准备什么事 只要是韩国人都知道 不是只得一杯啤酒,而是只喝了一些啤酒 当然就算是喝了半杯啤酒也不能开任何车的 只是希望大家能知道 韩国人说的 不是代表只喝了一杯啤酒 然后重点是 这句话的来源是一家媒体新闻里的报道 据了解Suga对警方说了 喝了一杯啤酒后开了一下车 再来就是 在事发后Suga在道歉文中说 自己饮酒后开了电动滑板车500公尺左右的路程 在家门口停车的时候跌倒被警察发现 但是8月7号 韩国JTBC电台发布了一段监控录像表示 影片中开车的人士Suga开了2.8公里的路程 在道路上飘速 最后还撞到10吨跌倒 因为喝太醉而躺在路边 最后被警察发现 被带到警局进一步调查 结果很多网友们就说 Suga的道歉文都在撒谎 但是在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影片中的人并不是Suga 并且在正确的监控录像曝光后 发现确实是只开了500公尺左右 也是在进入家的入口前失去平衡跌倒的 当然这也引发了在步行前开车的争议 但重点是 JTBC电台因为他们的错误报道道歉了 Suga在这些部分并没有撒谎 然后在海外自称是阿米的Suga迁连机 也已经被明确证明是黑粉们的作品了 最后就是 警方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过 Suga虽然达到了吊销驾照的程度 但具体数据难以确认 虽然确认了最终的移动距离和路线 但由于正在调查中 更多详细情况不便透露等 因为警方调查尚未完成 所以无法提供正确的数值 我再强调一下 现在不是想要护航Suga 也不是想要减轻他的错 不管说什么 酒驾的事实也不会改变 但只是希望 不要连没有的事情都做出来 做错的就是做错的 没做的就是没做 很多人应该知道 我是彭坛的粉丝 甚至Suga是我的父命 而在事件发生后 我已经做了三个有关Suga的影片 内容一点都没有护航 甚至连身为粉丝 不想看到的韩网留言 也都夹在影片里了 希望大家能相信 我做影片的真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歌词里提到成员名字的K-POP歌曲 如果有今天没提到的歌曲 希望大家能用留言来补充一下 Shiny的Shiny World Flyce Hot Shaker Hot Shaker Strake Kids SoriQ Black Pink Bumbaya Je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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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 BLOOMING SUPER JUNIOR ALL RIGHT BTS DALYARA HONG TAN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KPOP裡也出現過很多次我的名字 我就是不要你